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LN 城市生活报的城市好生活 我是陈欣 今天呢又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钟慧玲 钟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钟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今天呢要来给 钟博士出一个 大的难题 对 不是 我们都知道现在坊间有很多人卖这个NNN 这个产品对不对 那我们也都知道他可以破解年轻 就是说 我所谓破解说他可以动磷可以回春可以让我们 回复年轻的活力 那坊间 这个NNN我们看到的他的成分 那我现在要问成分 不是你要注意听喔 因为这个字很绕口 因为他叫做烟碱西安 那烟碱西安跟烟碱西安丹 干核酸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有没有很绕口 对 可是这个字面上前面四个字都长得很像啊 只是后面多了几个字 他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请博士来跟我们解密 烟碱西安就是维他命 B3 哦是 那 烟碱西安丹和关酸就是 NNN 就是不一样啊 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虽然字面上很相同 但是他不一样 可是我想要问博士 那我们吃这个NNN的时候 是烟碱西安 他是 B3嘛 B3现在在仿界也 很多人在大力推广就吃B群啊 会有精神啊什么什么也好 可是B3这个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吃一些我们真正的食物 其实他是会形成出来的对不对 是 我们身体其实也不缺乏B3 哦不缺乏吗 是 飘食的人可能就缺乏了吧 结果你正常的饮食状况下的人 其实不缺乏 但是呢我们就是刚刚我们讲了 因为坊间很多的NNN这个产品 有很多人写 承说 这个的成分 是烟碱西安嘛 那 我们要问一下 那烟碱西安单肝核酸 他就能够形成NNN吗 他跟 B3他的 这个 效果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么样的奇妙 是 是 烟碱西安 他就是 我刚讲就是维他命 B3 他就是 也是提供能量 那因为我们 平常饮食身体并不缺乏 那 最主要就是 他跟 MNN毕竟还是不同 那因为 他 就是我们吃的 其实说我们从外面去补充 补充这个维他命 B3 我们讲N-西安 他 要形成 MNN 对 他的这个时间就很慢很慢 对 很难形成 那不形成的时候多宜的他就会排出去 所以你多吃了也没有用 那另外 另外呢 多宜的除了排出之外另外他可能也会抑制 长臭基因 哦 所以你吃太多也没有用刚刚好就好了 是 对不对 所以 烟碱西安丹干核酸 他才能够真正形成 MNN 对我们的身体 有 正常的效果 所以我们选择 MNN在购买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要非常的注意他的成分了 千万不要被这个字面上的 字字 字面上的字哦 所蒙蔽对不对 因为这个 很重要吗 因为他 很多字其实长得很像 只是后面多了丹荷干酸 这多了丹荷干酸 这四个字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因为 烟碱西安丹荷干酸 他才能够变成MNN 然后才能够对我们的人体 产生我们要 启动年轻的密码 是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对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选择MNNN的时候 你一定要 非常非常仔细的去 看看他的成分 因为陈欣 之前有做过这个 功课 就在 房间所购买的 在 在买的这些商品里面有很多 他并没有写烟碱西安丹荷核酸 他只有写 烟碱西安 这个是大不相同的哦 那你吃多了 对我们人体也没有好处吧 对不对 博士刚刚也有讲 吃多了 因为他会排掉啊 那你 身体有 你吃那么多要干什么呢 因为 你就是最终就是排掉而已 OK 所以观众朋友 眼睛 看好明灵 清 你买 购买任何一种产品 都要看看他的成分 那今天我们感谢 我们的博士 来给我们 破解 烟碱西安 跟烟碱西安丹 肝核酸的密码 也是我们启动年轻的密码 请锁定我们城市好生活的节目 谢谢收看 谢谢博士 谢谢